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最近网上流传出的 所谓贵州省威宁县秀水镇坚强村 突然出现怪叫声的视频 有人甚至说这是龙的叫声 这几段视频很快在网上刷屏 一时间还让名不经传的坚强村成了网红村 除了刚才听到的版本 网上还有其他配音的版本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这条画面上写着贵州威宁县秀水镇 据说是蛟龙字样的短视频 是一个昵称为福林的网友 6月29号晚上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的 发布后很快引起关注 但不少人在评论区提出了质疑 然而作者网友福林回复说 我坐等三天才听到这么大声 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更加信以为真 并进一步扩散传播这条短视频 一时间 威宁秀水镇的坚强村变成了网红村 很多人赶到村里等着听龙叫 于是坚强村听到龙叫声的视频 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更多的版本 随后网友福林的视频又被更多的人进行了改编 合成并进行传播 不过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福林所创作的视频 其配音来自一位秘称叫 湖北人在泰国的网友 于2018年的7月6号 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一则 动物园内老虎发出嘶吼的原声视频 很快 网友湖北人在泰国也出来辟谣 称龙叫声是假的 并在网友福林视频的评论中进行了辟谣 但网友福林不予理会 视频传播越来越广 影响越来越大 为了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威宁县组织防震减灾自然资源等部门 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并委托贵州省地矿局 第二工程勘察院的专家 赶赴现场实际的查看 那么调查的结果如何呢 经初步查看 不明声援周边近期未发现明显地质活动发生 无明显地震前兆现象 周边斜坡现状整体稳定性好 受连续降雨影响 该区域工程边坡 可能会出现局部滑塌现象 威宁自治县 以组织相关部门指导当地做好防范工作 同时还邀请贵州省野生动植物管理站 贵州师范大学的相关专家学者 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根据多日来当地村民现场录制的声音 以及目击者描述 并现场对不明声援进行采样分析和比对 当地初步认定不明声援系黄角三指寸发出 那么综合这个地方所有的环境 我们读到的声音 包括这个鸟里的 他们看到的特征 它的生活细心的综合来判断的话 应该就是黄角三指寸 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有一种小鸟 叫黄角三指寸 这种小鸟呢 在我们这里是下火鸟 就是夏天到这里来繁殖 凡是季节呢 他也就驻嘲以后 他要他他发出的那个声音啊 是比较低沉的 就类似于这种声音哦 他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他的意性啊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黄角三指寸 这是一种小型的鸟类 体长约16厘米 腕形似鸳蠢 但较小 背肩腰和尾上腹语灰褐色 不善鸣叫 善奔走 主要以植物的嫩芽 浆果 草籽 古丽 昆虫 和其他小型无脊椎栋物为食 栖息于低山丘陵 和山脚平地地带的灌丛草地 也出现于林园的灌丛 树林 荒地和农田地带 在我国多地均有分布 那明明是鸟叫 怎么就变成了龙叫呢 威宁县公安机关迅速进行核查 发现视频是威宁网友 刘某江 胡某江 陈某丹 张某等人为博取关注 将不明声援的相关视频 与恐怖音效嫁接而成 四人也因造谣受到了处罚 目前四名违法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其中胡某江 刘某江分别被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6天10天的处罚 张某因情节轻微被给予教育训诫 其余人员的违法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关于修水这个怪声音 我发了个视频 一跪脚 其实没有什么编出来 我现在认得我错了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要相信科学 从此发 6月30号 我在修水坚强 所以拍了这段视频 然后又跟大家讲了这遍恐怖的声音 又在上面打了这个字 我知道错了 我给大家道个歉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的规定 散布谣言 谎暴险情 疫情 警情 或者以其他方法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可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的拘留 可处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在此 警方也呼吁广大网友 文明上网 手法上网 自觉抵制 各类谣言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